戲劇節目獎 得獎的是 天橋上的毛樹樹 奠基在寫實的魔幻劇集 在故事、拍攝與影像風格上 都具有讓台灣故事 能邁向國際的企圖 散文般的呈現方式 心影動人 是提升台劇視野的難得佳作 非常榮幸可以代表出品方 台灣大哥大上來領這個獎 那要感謝這齣劇 所有目前幕後優異的團隊 沒有他們的表演 口罩拿下來 沒有他們的表現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這個獎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也要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 這個公共電視以及這個原子印象 那台灣大哥大在這個我們 董事長蔡明忠先生的支持下 我們會全力繼續加倍的投入台灣 這個影視音行業的投資 那希望 如同我們剛剛評審長講的這個 不管是政府跟民間 我們一起來回應台灣所有的這些創作人的努力 那希望我們台灣的影視音行業在大家的支持下 只會繼續更發廣更發人 謝謝大家 抱歉 抱歉 因為剛剛忘記 遺漏了感謝一些人 特別感謝 援助吳明毅老師的良好基因 把天橋上的魔術師的小說交給我們 然後我的編劇群們 他們非常努力的陪著我一起做完這些功課 還有其實剛剛那個技術人員們應該一起來共享這個時刻 那我就特別感謝我們這些目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尤其是還有後期的剪接師混音師 以及韓國的白總監老師們 然後最後我要感謝原子電影的我的好 好敵人 好夥伴一直在我後面鞭策我的王軒怡小姐 以及劉慧然女士 非常謝謝這些寫觀音般的女人們在後面鞭策我們 謝謝天橋上的魔術師目前幕後上千位的工作人員以及演員 非常謝謝 謝謝台灣的觀眾海外的觀眾 謝謝各位觀眾 謝謝